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里都有履历 三弯茶笼陈咸康仔细介绍招牌的酸干茶 当年因为家中种的虎头干过酸 所以父亲利用冬季茶叶采收的空窗期 制作出客家人最爱的养生饮品 敲碎就能饮用 不过制作过程相当反复 陈家两夫妻依循补法 加入佛手 茶叶 柠檬等材料回甜 经过蒸 晒 压 烤等过程 让虎头干也能够变身 因为你久蒸久蒸它的酸性一定没有了 还有我们里面有放这些 我手 柠檬 我手干这些还精致 味道就不一样 总共14道的工序 成就了酸干茶独特的香气 要让更多人了解酸干茶 他们讲究包装 让酸干茶也能够变成伴手礼 印有铜花的包装 是茶包式的酸干茶 方便上班族来饮用 另外也有特制的木盒包装 让民众可以珍藏 因为客家的东西都慢慢 很多人 外国人都来找 他喜欢这样有一点 好像花茶类似这样 有一点果香 以前客家人润肺止咳的酸干茶 现在也可以变成料理了 陈贤康常试用酸干茶卤茶叶蛋 常常在社区活动中推广 结果大收好评 他这个有点酸 酸还有酸干茶的果香 经过两到三小时卤制的茶叶蛋 有淡淡的茶香 看起来也不像一般茶叶蛋 有深褐色 但却相当入味 对 一下就有香味了 想要让大家多了解酸干茶 陈贤康夫妻还用酸干茶炖鸡汤 积极推广 他们让酸干茶也能入菜 把它加入了鸡汤 汤头不但不油不腻 还吸取了酸干茶的精华 甘甜又爽口 热气加香气 让人忍不住想要尝上一口 传承老祖宗的记忆 他们让客家传统的养生饮品 商机无限 创造了新的吃法 也让大家更了解客家 虎头肝的一片橘红 浓烈成酸干茶 卤出清香茶叶蛋 熬成清爽热鸡汤 客家子弟冬天心情 饲养一整年 也丰富感动时刻